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鄉親,大家早上好。 各位先生們,Good morning。 今天我在這裡做一個直播, 因為我呢,1月6號,早上去了DC, 我直接到了白宮, 在廣場上聽了特朗普發表一個演講, 大概一支演講到2點多鐘吧, 大概主要內容就是針對一個在柏惠山, 柏惠山這個黑友舉行參議院選舉人票, 最後討論一個結果。 特朗普呢,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希望, 彭斯呢,做出正確的事情。 因為在參議院裡面, 基本上還是共和黨佔多數嘛。 所以呢,還有拜登, 在確定拜登當選這個過程當中呢, 川普呢,揭露了這次選舉當中的一些問題。 那麽想要藉此機會呢, 推翻這個選舉這個結果。 另外呢,他已經事先做這個佈局的最高法院, 有六個共和黨的一個大法官。 所以呢,這也是一個佈成了。 這邊呢,民主黨呢,也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佈成。 他當然就設計了這個當中一個, 民主黨也估計到了, 因為在前一天呢, 一月五號的時候已經有大量的, 美國從各個地方來的人呢, 就聚集在華盛頓。 他們那個, 這些都是自發的。 並不是, 當然來講, 這個東西歸根到底, 還是有一個鼓動吧, 也是衝著這個, 那個, 特朗普的一些鋪陳的一個周避之類, 不斷地演講, 不斷地表述這個過程當中, 來推翻這個, 11月3號這個選舉的結果。 這個結果呢, 這個選舉的過程呢, 當然是有問題。 就像20, 這個, 這個選舉呢, 這個是2020年初, 台灣選舉的, 那個做票的一個延續。 台灣那個, 蔡英文那個選舉啊, 包括那個, 那個反送中啊, 治港啊, 反中啊, 抗中啊, 這些三鋪陳。 美國這次呢, 實際上這個選舉的, 這個, 前斗曲啊, 拒曲啊, 也是一個反送, 啊, 脫中甩鍋這種一個鋪陳。 這個選舉過程當中呢, 但是做票的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特朗普就以為這個做票, 這個票, 從一個電視辯論的過程來講呢, 拜登是屬於首次。 啊, 特朗普是一個公事。 特朗普呢, 一共就做了兩次, 那個兩次那個編論嘛, 第一次, 表現了咄咄逼人。 那個拜登呢, 就是哀兵啊, 就節節敗退, 但是, 啊, 卻而不亂。 這個第二次呢, 就是看那個誰的了, 就把彭斯和那個賀錦麗的這個表演, 這兩個是打了個平手。 但是, 這個問題呢, 選舉的設計的議題呢, 都是各自選擇各自的優勢。 但是這個, 我覺得啊, 這個選擇的議題當中, 是沒有接觸到, 美國這個主要矛盾的本質。 美國主要矛盾的本質, 一個是, 現在來講呢, 主要一個是, 一個是, 抗疫了, 那個, 那個, 靠給, 靠給, 來盡了, 這個就是, 新冠病毒這個疫苗, 這個美國的疫情這麼嚴重, 如果解決這個疫情, 沒有達成一個一致。 是, 如何挽救經濟, 振興美國的經濟, 實體經濟, 振興美國的, 這個下一步美國的進, 這麼說, 就業問題怎麼搞? 這裡有個表象, 這個表象, 一個是股市, 一個是就業, 這個就屬於一個表象。 股市呢, 長安股市非常關心這個股市, 因為, 他作為一個商人來講, 他非常關心這個股市。 股市呢, 一直維持著, 千多百階都維持著股市呢, 屬於一個高危, 這個階段, 這個叫虛擬經濟。 美國這個虛擬經濟當中, 一個是貨幣經濟, 印鈔票, 另外一個是股市, 吸引了很多這個錢。 另外一個就是就業這個, 出份就業。 就業的人說, 特朗普這個就業這個來說呢, 還說不錯。 但是, 我說呢, 在有很多地方呢, 是失敗的地方呢, 就是城市這個建設, 實體經濟的建設, 並沒有成為一個主流。 並沒有把這些人呢, 因為你一個實業計劃。 我們都知道, 這個孫中山有個實業計劃。 實業計劃呢, 現在呢, 中國實行的呢, 就是孫中山的實業計劃。 而美國呢, 在這裡沒有提出一個戰略的實業計劃, 這個農總, 因為它這個短期效應。 美國這個體制, 就這次選舉呢, 還有最近呢, 一系列這個圍堵中國這個表現呢, 暴露出來一個, 美國一個, 一個總體的戰略概念的一個, 一個缺陷, 結構性的一個問題。 那麼, 這個問題, 這個當中呢, 11月6號暴露出來這個問題啊, 民眾有些浮躁。 民眾有些浮躁, 這個叫做實際上一個潛台詞。 表面上打開一個旗號, 叫做, 這個把這個旗號叫做反對這個舞弊, 這個投這個選票作弊。 實際上爆發這種情緒。 這個情緒是什麼呢? 因為我透過現象看本質呢, 第一個, 我身在美國。 我身在美國呢, 我, 我看了這美國的情緒。 從這個, 這一年來, 就反反服務, 這個COVID-19, 這個反反服務。 這個疫情反反反服務呢, 美國的經濟呢, 基本上沒有搞經濟。 實際經濟。 基本上, 我們弄到這個樓, 就是一個, 一個大站這個樓的時候, 斷斷續續,斷斷續續, 托車拉拉的搞下來。 我到華盛産局一看呢, 基本上所有的店鋪, 都是用那個木板呢, 都是給封起來。 就害怕一些, 一些, 那老師啊, 一些, 一些, 一些把那個, 衝擊那個店鋪啊, 告訴我們什麼呢? 告訴我們這個, 整個市場經濟啊, 停了。 停擺了。 停擺了。 休克了。 我為什麼畫了一個圖啊? 我畫了一個圖, 就是我在中學的時候踢球, 凌空一腳, 然後踢空了。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踢空之後呢, 我掉下來, 我小扶著地, 骨折了, 休克了。 所以我做了一個, 一個詞叫, 休克, 休克。 這個, 現在美國的情況叫, 休克, 休克。 因為美國這個, 現在這個經濟呢, 和這個政治啊, 都處於一種休克狀態。 可能我這個, 我這個意下之言啊, 顧往言之, 顧往聽之, 真正的矛盾啊, 啊, 是在這裡。 誰能來解決這個問題? 啊, 我們大家, 美國人民也都很多焦慮啊, 心裡的, 是你們神仙打仗, 百姓招殃。 民主黨, 因為美國的憲政啊, 憲政的歷程啊, 大家看看, 現在在設計這個歷程過程當中呢, 就提出來了, 不能讓權力啊, 過於專制的一個集中。 專權呢, 必然會產生腐敗, 而且會是導致國家呢, 因為導致國家呢, 實際上呢, 走向危機。 現在美國處在危機的一個狀態當中, 從一個天下大亂, 處於一個四分五裂的狀態當中。 所以也是我們那個, 啊, 作為一個新移民, 啊, 也是非常焦慮的。 我, 我是拿著中國的護照, 嗯, 但是我的女兒,啊, 孫子都在這裡, 美國。 啊, 這個, 我們希望美國好, 中國也好, 啊, 世界也好。 因為這個世界, 大家要看到這個世界。 實際上, 五百年前的大橫海運動, 就是已經變成了一個全球化的運動。 五百年前的一個, 中國的下, 正和, 這個, 這個, 中國就是一個中西方文化的一種比較。 正和下西洋浩浩浩浩浩浩浩, 幾百年的團隊, 非常的氣候。 但是為什麼呢? 為了展示皇權, 為了展示, 那個, 那個, 中國那個皇帝, 皇帝的浩浩浩, 為了尋找一個, 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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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皇子啊, 啊, 就派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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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為了去找這個, 去找這個問題, 找這個皇子, 使詞的民意猜口是打成人, 你不要 tienen dependuda, 那個人吧 , 魂 Kin kamu, 是展示皇, 皇帝的浩大, 但是展示的是一個中國, 一個, 河海的技術, 這個海海的技術展示出來的目的不明確。 這個其實是時候 called Paris, 啦 the capital of Guadagania, 這現在裡面, 叫山外野山也好, 那個海 oynGら none, 就是還溺著ибо- ⦅, 就發現了地理大發線。 地理大發線。 違洲大陸, 然後就進行了殖民地的裂弱 這就拉開了今天全球化的序幕 所以航海造船業就發展起來了 當時是傳播一種藥 就是防止藥材 傳播這個西班牙也好 葡萄牙也好 傳播這個藥來換取大量的 因為做一個商業的貿易 另外採奪 海盜就是一個海盜的行為 海洋經濟本身的起源也本身就是海盜行為 就是我佔領一個地方 中國呢就採取儒家文化也好 還有一個就是王道 這個王道也好還有一個是皇權 我們就在這裡呢 就暴露著一個中國這個文化的理念上的一個既是弱點 也是個優點 就像往現在來講 習近平搞這個王道 王道天下 我們說一隻羊帶領一群獅子或者牛 森林中的森林法則 你一群羊 一隻一隻羊或者一群羊帶領著一群森林中的野獸 和另外一個身形當中的一隻獅子帶領著一群狼 一群野獸 一群狗 誰能贏呢 這海盜經濟呢 海洋經濟呢 就是那個獅子 去打這個中國這個王道天下帶領著一個皇帝帶領著一群 廢手百家獨尊儒道這個獅子也好 羊也好 馬也好 牛鬼蛇神也好 這個這個教練當中 經過500年的教練到今天 白宮開筆頭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國會山的這個 一聲槍響 過去說是十月革命一聲套響 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 我說這個 國會山的一聲槍響 給中國和全世界送來了 自謝 和全力自衡的 這個一個全球化的一個 全球化的一個 全球化的一個 馬拉松比賽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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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跑令 這個這個 這個就是發豪令 這個 這個大家 這個大家 大家知道這個參加過比賽 一個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就前進場上的這個比賽 一個是那個 這個 拳鬥場上的比賽 美國現在是 那個打內臺賽 就是拳鬥場上的比賽 就 這個 就是 民進黨和 民進黨和 這個這個 這個 共和黨之爭呢 就是兩個 全力手 不是我打敗你 就是你打敗我 不是我吃掉你 就是你吃掉我 這當中誰做裁判呢 選舉人團 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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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呢 產生於這個 這個 體制內部 還是產生於 共和黨啊 民主黨 產生於內部的 強烈制衡 這個結構呢 實際上是一個 兩難選擇 這個兩難選擇呢 兩難選擇這個 這個結構 我們說 這個兩難選擇 它的 它這個 它是一個 未知結構 它這個未知結構呢 就是一個 這個未知結構呢 它的魅力呢 它就是永恆 它的永恆呢 它在於什麼呢 永遠得不出結論來 這一點呢 就是 什麼呢 得不出結論來 到底是 民主黨這個路線正確呢 還是 那個 共和黨的路線正確 它這個 讓老百姓 有個兩難選擇 你可以這麼選擇 你就看實際 誰什麼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 唯一標準 真理是在哪裡產生呢 是在這個大家實踐上 沒有產生的 而不是在政治家呢 欺騙 忽悠 台蠻也好 民主也好 實際上是在一種欺騙 是政客的一個欺騙 還有奸商的一種欺騙 在這種制造這種 制造這種一種假象 蒙屁這個大家 民主就是一個欺騙和反欺騙的一個 一個遊戲 國異 取信移民 中國古時候有一句話 叫民可使之之 不可使游之 這句話是一個悖論 美國人理解不了 中國人大多數也理解不了 你不要看中國人這個學的儒鴉 跟著 民 可使 之之 民 不可 使 游之 你把這句話斷開 這個有三種 或者這個組合 組合就有六七種組合 我們學排列組 我是學數學 這個元素 人是一個自編量 什麽人 可以使 什麽人不可以使 什麽人可以使之之 什麽人不可以使之之 什麽人不可以使之之 我們的政治家現在沒搞明白 特朗普也許搞明白 因為特朗普經歷了這個 經商更多年 拜登也搞明白了 拜登說要挑戰 要不斷的挑戰政府 美國人 台灣人 沒搞明白 中華民國 沒搞明白 中國大陸 也沒搞明白 雖然是 傳承 那個 那個 傳承這個 魯家文化 但對於這句話 民 可使之之 不可使 游之 不可使的人 游之 還是 不可使 游之 這幾個 民可使之之 不可使游之 十個字 這個排列組合 可就是 這個理解 這個程度就是大不一樣 這個自相矛盾 這是一個悖論 這是一個兩難選擇 它這個 這一代人 一定玩不成這個選擇 它要把這個 這個難題呢 又留給下一代 下一代呢 又一代一代交下去 這個 這句話 就變成永恆的了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 結構 悖論 我們今天來講 這個 我不是來講這個漢語 我是學數學的 我是講這個排列和組合 我們今天 我講我自己的感受 我呢 我是個台灣人 我是二十八出生的台灣人 台灣人呢 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日本人的宣傳 原住民最好 是 在日本 他因為經過五十年 這個教育和同化 因為世界有這麼一個叢林法則 誰強 誰就是強 這個道理就在誰的手裡 斯大林有句話就說 這個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 台灣的歷史 如果在日本統治時 殖民時期 是由日本人來寫的 日本人寫的 就灌輸給了 洗腦 就灌輸給台灣 這個 在日本時期 那麼後來 在台灣 那個大陸 大陸 大陸 我父親就是那天 四十六年去那大陸 我父親原來在那個 邊緬公路上 當然這個 我說點我自己呢 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歷史 我為了講我這個事情 是講台灣的歷史 自我對台灣歷史的理解 和蔡英文對台灣歷史的理解 和民進黨對台灣歷史的理解 也不一樣 我倒和武之章 台灣有個叫武之章 我和馬英九隊都不一樣 馬英九隊認為國民黨做錯了 我認為真正的最核過手是日本 這個 這個 道高於齒 是魔高於障 日本人在投降的時候 展示出來那個 他的日本科學技術這個腦袋 經濟 這個經濟 領先於國民黨的這個程度 就用了貨幣戰爭 多印了鈔票 這個鈔票 在他這個交接過程當中 815到10月25號這個交接過程當中 這個貨幣戰爭這個 這個印的這麼多鈔票 實際上就把這個鈔票 就分給了這些 那些 蘇貞昌的這些 還有蔡英文 還有李登輝 這樣一些 日裔的 跟著日裔集團 這些比較 一老一少 這些人 進行 他們 免得他們 以後在生活下 生活不下去 所以 實際上 就把這些錢 就用這些貨幣 把日本 把台灣的經濟 全部都掏空了 因為 蔣介石帶了的黃金 頂不上 這些日本的 印的這些鈔票 這兩個東西 一抵消 物資沒有了 有些物資 被日本人掏空了 買了兩頓藥 幹什麼 拿到日本去了 而這個時候 蔣介石又在大陸 結結敗退 所以台灣這種 內憂外患 爆發了警民衝突 這個 我母親呢 就在煙草專賣皮 我母親就是畫畫的 就是做廣告的 當一個文員 我父親呢 就在台灣的物資局 就進出口科 當科的 也是一個鄉領 他就管從美國那裡進口 戰略的物資 糧食和一些物資 我父親原來在抗戰的時候 抗戰那個 後期四年 從黃布金 就在加爾哥達到 印度緬甸 這些把 這些美國原發的 戰略物資 給源源不動的 送到美國來 所以我父親呢 他是學的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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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坦克教官 然後他就帶著 那個叫做 然後呢 就把這些物資 我父親最知道 是抗日說 美國是怎麼幫助中國的 所以對羅斯福總統 和美國這個 援華的物資 他的一本帳 是非常清楚 因為是 我是看到的物資 是比較遠不斷地 運到中國來 所以沒有收你 國民黨的錢 不像蘇聯 蘇聯你在抗美援朝 那個韓戰當中 你支援那個飛機 支援那個進幕 全都是要中國來買單的 羅斯福沒有讓 蔣介石來買這個單 就沒有讓中國人 來掏這個錢 所以 我覺得 美國對中國的幫助 還是很大的 我父親那一代 他後來在台灣的時候 就知道這一切 我父親原來 剛一開始去台灣的時候 在台灣的工業 工業汽車職業學校 然後又到 又經營別人介紹 大家人員 又推到台灣什麼物資群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比較好的單位 我們就說出貪官無力的單位 我們就說出貪官無力的單位 但是這個時候呢 台灣出現了二二八事件 大家都知道二二八事件 社會混亂就像 二二八事件就像什麼呢 就像現在這個 說不好聽的話 就是這個 1月6號 攻陷 國貴山這個事件 這個就是 你大家一想 就是這個事件 就是一樣 社會動亂 這個 台灣說這個民主運動 就從二二八事件開始的 那麼實際上 我這個是親眼在這個 國貴山這個現場 我也看了 什麼叫做民主運動 這些人是奪夢的 這些人都是被算計 被經濟設計好了的 被煽動起來的 你說這個一個警察 這個國貴山外面的警察 警察的側旁都不難 不難阻這些 這些來衝這個國會的人 一點都不難 直到進了這個大會堂 在這個國會廳以後 這個國會廳我都知道 一開始那個 裡面那個 construction 就是完全都很清楚嘛 那裡面的結構 那個 那個議會我都去過嘛 那個議會呢 一般的時候都可以隨便去 美國這個開放的一個國家 它議會大廳都可以參加了 所以就衝進去 衝進去 然後再衝進這個議會大廳的 那個門的時候 設法 因為這裡呢 它就等於衝進了這個 要派核心部 就像蔡元花運動 衝進了議會的那個 那個立法院一樣 但是美國的警察 可不像馬英虎的警察 這個設計好的 就是你就是要造成這麼一種 造成這麼一種 一種 一種 暴徒這個美麗的風景線 就是要造成你這個 這個事情 我就要規制到你 川普的頭上去 所以 川普知道不知道 要這個 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結果 也知道 所以呢 不知道的是誰呀 是不高張起的群眾 浮躁 群眾 在大高潮當中 有誰能夠給這些群眾去潑冷水嗎 沒有 五四運動也好 啊 嗯 文化大革命也好 這個群眾的高潮當中 風口浪見他們說 啊 除了槍 槍桿子 能夠那個那個 能夠出政權 其他的 就止不了 這就使我想到文化大革命 我们是经历过来 我今天讲的这个都不是重点 这个细节不是我的重点 因为我是到了白宫 白宫我就回去了 回去这一路上我是走 你说我是74岁的人了 我拿着照相机背着行囊 拿着那个棋 然后拿着这个棋 拿着这个棋 你说你说你说 不容易啊我累了 走不动了 那个 我那天呢 就是那天1月6号的早晨呢 就收到了特朗普给我的一个 一个纪念的一封一个邮件 里面有这么一个东西 特朗普的一个一个销枪 他也是把我想想把我的伙事 真是把我这个感情啊 特朗普比我大一岁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特朗普还是很有人情味 送给我一个纪念章 也就是说大家要结束了 这四年的结束了 给我一个信物 信物 伴手礼 一个他的图像 一个美国的英 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帽子也是我在特朗普 那个买的 还有花了很多钱 陆陆续续吧 我这个人不是富翁 那么就是说 我每一次呢 本来我就想十块二十块 第一次我就捐个五块钱 美金 但是这五块美金呢 使我成为第一个支持特朗普的人 特朗普就把我放大了 就是他说我是第一个 在马里兰州的第一个支持特朗普的 那个捐赠捐赠人 后来呢 一直这样 这个人呐 人呐就是很有虚荣心 我得了这个呢 我就要千方百地的要 要要要是这个这个 这个一点就炸了嘛 就是人呐就是有这个 你这么信任我 四位知己的王嘛 中国人就有人呐 为人挠而不忠乎 所以呢 我就 但是我没有钱呢 我的信用卡是中国的信用卡 我没有美国的信用卡 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说我人有钱出钱 无钱出利嘛 然后呢 有人是有脑子在出脑子嘛 但是他总说我写信用 我不好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呢 来我就说 大家兄弟一下啊 就是我如果光是说 绝对嘴巴那样 就是帮用嘴巴 或者是写一些 写一些东西 冲锋划策 这个叫做嘴皮 空谈无用 表达不了心 只有钱才能说明你的问题 所以我就 我就跟我女儿就商量半天 我去一个去银行去开货 很麻烦的英文开个货 五百块美金的押金 还要提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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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 那种安全证那个证那个证 所以我就没开 后来我就拿 这女儿女婿呢 就给我一个一百块钱信用卡 额度是一百块钱的信用卡 我就拿这个 我就省得用吧 省得用吧 是用了几次不经花呀 这个信用卡它贴总是这样的那种 这个就花完了 花完了之后 我在投资再往里头 投资就要加手机费了 实际上啊 用了几次我好在坚持到啊 啊 大选完了 五百块钱 美金 啊 就就就交了个学费吧 也是一个感情啊 一个投资 微不足道 但是来讲虽然是微不足道 但是一份心 这是我进了最大的努力了 为什么啊 特朗普我在制裁什么呢 我在写的时候呢 我给特朗普写的东西 将来我都会 我都在那个Facebook和网上都在公布的 其实呢 叫做和尔不同 我跟特朗普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很多观点呢 并不一致 在台湾问题上 在对华贸易上 对待这个 新冠病毒上呢 完全都不一样 还有给他策划在这个 这个落选之后的 啊 收官的三部曲 大家可以看 我那个收官三部曲 天地良心啊 我那个三部曲写的是最好的 所以说呢 这个是我跟特朗普的四年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虽然我这个效率没有见效 但是他发现了一个 真正的人 他在给我下的结论 当然也是说 可能给很多人 可能给很多人都是 特朗普都说了 但是他给我的信 指名点信 阿尔巴 就是海 大海的海 啊 就是每一个信 我给大家看一看 他给我这个证书 还有那个荣誉 名誉这个信 我感觉到 给我来讲呢 就是对我的信念 这种信念呢 是我在中国大陆啊 我中国大陆啊 改革开放的 一开我是死坐拥着 没有得到这个 就是没有得到这样一个 来自最高的 我在给毛泽东写信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这个 这个 法案说的有点 有点大 大家觉得可能会有 我就有点 讲话有点大 实际上 文化大革命的 一开始 叫516通知的时候 宣布高考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19岁 我就说不好 我说科举制度啊 是唯一能够 在中国这个年轻人一代 是唯一能够让国家公平挑选 接班人的培养对象的一个 一个选拔人的形式 如果你按照接近路线来选 我们这些人肯定没有 就是我们这些台湾出生的人啊 肯定是靠边站 或者是不被国家所重用的 这样就是失去了一些必要的 可以可受制裁 我就说不好 当然我就只说了两个字不好 结果第二天 全校的大字报 那个是十堂大礼堂 就是我们班写的 都是我们班的同学写的 很多人给我写的大字报 白砖道路啊 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 还有一个 后来就发展了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中央文革 毛泽东 不管 总之那个时候就给我扣了政治大帽子 谈不上年轮自由啊 人人病谈不上不懂啊 那个时候我们哪里懂得什么自由平等 我们虽然是懂得这个字的概念 但是真正来讲不懂 那是1966年 然后就 这个叫文革大革命 非常干的意思 就一同而上 总而言之大家都 就陷入这个高潮 而我在6月18号 也就是7月 我被工作组来了 工作组来了 工作组来了 因为我在学校当中 每天都是水智火热 大家都是批斗一样 就像邓普方那些那些一样 我这个还好 我原来在中学的时候 今天讲述我的历史了 对不起啊 因为我讲了我想 以后再讲我自己吧 我就讲这个比赛 我为什么讲这个比赛呢 因为现在美国正在这个比赛 比赛有两种方式 大家知道田径赛 还有拳击赛 美国选举叫拳击赛 成就话是什么呢 马拉松比赛 而我原来呢 我原来那个是什么呢 叫做 我就是短暴运动员 我在1964年的时候参加 63年的时候参加四川省运动会 我是绵阳四川省绵阳专区的100米200米 第一名 我12.2 12.2 12.2 是成绩 然后是第一名 然后就把我派到这个专区代表图 就参加省运动会 省运动会 我拿的是第五名 四川省邵运组的第五名 那时候十七岁 我是那个时候十六岁 十七岁的时候 还可以一年还可以再参加一次 但是下一年六五年时候就没有搞这个运动会了 但是我就开始出了 因为参加运动省运动会就出了名了 运动会这个就是一个白米这个通知 现在呢 我们大家我的习惯于转跑呢 我把这个每一届 现在呢我就把每一届政府 作为四年作为一个转跑 四年就四百米 四百米这个比赛 这四年当中 我跟你政府上下沟通 下庭上达 提出我的建议 这是一个公民 一个国家的一个公民 一个建设者 五姓说话叫做国家的吉养 我们就是培养自己 成为一个国家的吉养 我们就是培养自己 成为一个国家的吉养 我们就是一个兵嘛 就做好排头兵 出击队 敢死队 我们就是那个 就打先锋的 因为重在表现 所以我在后来 66年7月1号 就把我 那是党的生日的时候 也就是6月28日是我的生日 然后就把我送到农村去了 就我自己背着鞋 去到农村去了 改造 要是接受 每期明年 接受贫下层门带教育 我就带 自己带着 还带着 还带着学校的粮票 每个月 粮票还要交每个月七块钱 农村哪叫你的钱 我在农村的表现 一直到复合闹革命 我才从那回来 农村呢 那是我第一次下农村 在农村呢 社园 让我停工 当寄工园 当土地的测量 支流地的测量园 真正体会到农民的不容易 种水田 我满身子起的那个 屁股过敏 起的那个水泡 然后68年底 69年初 又第二次下乡 那想起毛主席 广播天地 是大有作为的 那个号召 到夏农村 我吓到梅县 陕西省梅县 恒曲公社 恒曲公社 是一个有名的公社 恒曲大家不知道是什么 恒曲 就叫张恒曲 马英九 还有连战他们 都知道一个 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事既绝学 为万事开太理 就是张宰 就是张宰 这个陕西的大文人 大儒家 就在我们的公社 我就在那个公社里面 联系着下乡 后来我要成为这个大队的农业科技实验员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那 我没有家呀 他们都有家都在保际 我的家在四川 我回不去 我家里我父母都在批斗 一大三百年龙在批斗 我就在那农村好好干活 我只有这一条村 就和习近平一样 习近平他在农村归生 他习近平一开始的时候 还有点心里有点浮动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没有浮动 我知道了 我这样的出身 只有重在表现 没有其他没有出路的 我表现不好 我就当于是农村深入我的家 我那时候有个女朋友 她是保际中学的广播员 她就帮我联系了这个农村 我就在那下去 我们在那准备成家立业 够日子的 所以我的 如果一个男的不好好去干活 不好好挣钱 挣工作 我拿什么来成家立业 没想那么多 至于 当然我的表现比较好一点 而且我也比较成熟一点 身体也比较好一点 但是农村拉架的时候干什么 我都去跟四川的劳动比 陕西的劳动 那是最轻松的 简直叫机械化 在我心里 陕西的农村跟四川的农村去拿肩膀挑啊 习近平他说他能挑两百斤 我能挑八十斤走到五里路去交公粮 就不错了 四个月之后 我那时候左右间都会用了 但是我觉得我喜欢陕西 我的老祖宗是陕西人 我们也是在马家喝 就喝马英九 这属于大概是一路的吧 后来南下 我们家就后来到了 原来是在竹风奇山这一带 然后就到了这个 我们到了这个 浙江那个少庆北边 比如马鞍山 这个那个 马英九他们是到了湖南 在过去这个朝代 律朝改革的话 这个移民 就是用中原的文化 来不断的综合边缘地区 那个是盲欢地区嘛 湖南啊 广东啊 越人 湖南这些都派的 苏东坡这些 苏东坡就是四川人嘛 就是派的这些 从那个中原地区 这些人才 那时候文化是中原发起 然后向这个 越啊 楚越这些地方去发展 我们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 在人口迁徙当中 使这个文化当中的综合 那个叫做全国化 现在叫全球化 现在的全球化 就等于我们 过去中国的时候 当中的人口移民 当中这个这个潮流 就是要 要 东度扶桑 东度扶桑是怎么来的呢 就中原打仗 这个 和那个皇帝和那个 人力打仗 打仗 敗了之后 自由 就带着这个人 通过 有到日本去的 有到了 通过 那个 去的那个 北美 拉丁 那个 那个 加拿大 加拿大 然后就往那个 美国走 又到了美国 印第安人 然后到墨西哥 又到南美 就这样的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 我们不叫从民法则 我们叫做生存法则 东路说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这个美国这个土地是什么呢 是中国人开发的 中国人为什么办了呢 就是因为大航海运动 这个文化落后 既不如人 自不如人 所以被西方列强所打败 被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虽然是个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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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暴动也好,冲击国会,国会山摇,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你也把它看成是一场暴动的话,那么就和十月革命的暴动是一样的,十月革命也是暴动,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无产基础真正的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也好。 巴黎公社运动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幼儿股市运动也好,都是这种造反运动,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危机了,经济危机了,巴黎公社运动也是因为经济危机了,苏联石油革命也是因为一直大家遇到了经济危机, 不论是这样的经济危机了,美国现在也遇到经济危机了,实际经济拉不起来,新机产业现在5G点看在落后,中国就跌起来了,有个紧迫感,有个交道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所以我就给你围堵。 可是陈朗普总统,他犯了一个大忌,他不知道围堵堵截啊,围堵这个方法就和大雨治水啊,这个大雨的父亲,治水就是靠堵,靠煤,靠这么穿,这个水是打不中的啊,这个生产它是一定要发展的,这个5G,5G的科技发展, 它一定,这个花败也好,它一定要发展的,就像水,它一定要会水涨崇高的,它随着这个人的知识的激烈,它一定会冲破你这个围堵堵截的。 特朗普是聪明一试,糊涂一试啊,你现在搞的这一道,甩锅也好,围堵也好,我在一再的劝特朗普,放明白人,我们都是做生意的,我们都是明白人,都是讲达实地做话的,你要是为了真正的美国好,你就换一种思维,换一种头脑,把自己解放了。 这个顺着这个时代潮流,顺着这个科技发展,叫苏川岛治,治国,治大国呢,就不是说若小先,治大国如治水,苏川岛治,因氏利岛,中国人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境,属风流人物,还看金刀,就是告诉你这些大浪淘境当中,有很多,你这个泥沙巨下, 这个当中有很多污泥污水的东西,有那些机兵口罩的人都有,什么时候的人都有,但是你要这里,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我在跟特朗普打交道四年,也就是四年来说,对我来讲,说短跑了,人生五百年了,就是七十岁的时候,我再跑一次四百公尺吧。 在这个跑四百公尺当中,我是个乌龟,但是我跑到最后了,我从一开始,就是一开始的枪响,2016年特朗普上台,一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说是,我把特朗普放弃了, 因为我要把一个人,我要辩证地去看待一个人,不以崇拜论影响。 我觉得特朗普,他表现他的执着,他的顽强,顽强表现的一个西部牛仔,我也从当中学成了西部牛仔,我也变成了美国的西部牛仔。 一个人在华盛顿打天下,面对着白宫,在前面,我前面就是白宫,面对南方,中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因为它是第四,美国是一江,我这条河叫普多马克瑞瓦, 普多马克瑞瓦,它是一河江水,一江河水向南流,南边就是华盛顿,南边就是地下,南边就是白宫。 有一句话叫做,军驻江之逃,我驻江之围,甚至是我驻江之逃,军驻江之围,日日四军不建军,共饮一江水。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河水的一一带水的关系。 我和特朗普这四年,真正的建立了一一带水的关系。 他不停地给我写信的,写发邮件的邮件,怎么样的夸我,怎么样的说我这个,不能够缺少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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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们学生的很多,很多建议。 那些英文的诚,现在我一翻译过来就是很容易,但是我背下来是很难的,通常会让我说出来,我就是没这个水平。 所以呢,也不瞒大家说,这正是我希望大家,未来的年轻人,未来的中国人,要补上这个短板。 我这四年,不是四年,我来美国13年,在美国奋斗了13年。实际上,在没来美国的时候,在克林顿,在访问北京的时候,我就在开始。 那时候,我从香港回到那个,离开香港,大概是1995年吧。 我又给香港特总,特总的那个叫,那个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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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建华写的封信。 因为他在克林顿要到香港,我希望克林顿能够能够把这个信,我的信,表达出来的中国人民对他的欢迎,和他希望他在改革中美的合作。 这个改革。 同时,我感觉到,我是第一批接受中美的技术改革的人。 我父亲呢,他们是抗战在美国中美合作所的,抗战时期间化制度学校培训的,我父亲是美国培训出来的教官。 也就是羅茲夫去世的時候,我父親在加爾給他發表一個 speech 就是說,現在唯一害怕的就是我們害怕百姓 就是記住,重複羅茲夫總統的這句話 所以呢,我到美國來了,每一年我都要去羅茲夫總統的紀念memorial 我去給我 每年都去 羅茲夫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是我父親的恩師,也是中國人民的恩師,也是全世界聯合國的恩師 我對羅茲夫最精配的兩點,一個是羅茲夫行政,一個是聯合國,組建了聯合國這個架構 因為美國這種概念,一個組織這個概念,构建一個結構,聯合國這個結構 不,中國組建不出來,中國組建的這種哈,你那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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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啊,這些組的,跟聯合國那種架構的組織不一樣 跟美國那種啊,這個憲政體制完全不一樣,因為這是插一個檔次,這個結構上插一個檔次 這個權力制衡的檔次沒有 另外一個互相促進的一個黨是可以合作的,走向共和的一個體制沒有 一個監督的一個體制沒有 一個監督的一個體制沒有 對不對 我呢 所以我在美國來講,最深的是羅茲夫總統 對我,對我父親的影響最深的也是羅茲夫總統 我來到美國,我不單要到那個羅茲夫的美馬瑞爾,還要到國貴山去播放羅茲夫在那個 十二月期望那個第六宣戰那個 speech 那個宣戰書,那個是國此日,美國的國此日 但是我知道,其實這場,那個蒸東港那個事件呢,是美國在事先已經得到情報了 這就是說,我們在看那個1月6號那個衝擊國貴山這個事件 大家千萬別犯糊塗 我在這裏講,這個是設計出來的 這就是和美國設計的那個 蒸東港事件一樣的,蒸東港是設計出來的 因為美國就陷入了一種孤立武藝 在蒸東港之前,美國是支持日本的 就通過蒸東港事件之後,把這個矛盾挑明了 美國不再支持日本了,而把這個朋友變成敵人了 把孤立,走出國際主義了 跟中國合作,支持這個全世界這個統統 所以呢,我就說呢,大家看明白了 那麼,這個1月6號,這個國貴山就是珍珠港事件 就是將來要走,走出,美國一定要走出孤立主義 民主主義,這個設計出來 不管是佩洛西也好,蓬佩奧也好,蔡英文也好 還有其他的共和黨也好 將來的路就是走,聯合國的路 就是走這個,反法提斯聯盟這個路 就反這個,當然新冠疫情給促成了這麼一個路 我在想這個,其他的說,其他的部署 我給拜登業準備開始學習 我為什麼要戰鬥到最後,我就要給特朗普一個信念 中國人是講信用的 我們新美國華人,我們不是說是來這裡,不是來摘桃子的 我們是來建設美國的,是來共建家園的 美國這個地方,是我們祖宗 我這個姨父,原來在哈佛大學人類學主任 他是一個叫張光直 我父親到了中國大陸 我的姨父呢,就到了哈佛大學在研究這個歷史 研究歷史呢,就填補了,他張光直 填補了中國這個歷史呢,夏桑昭這個歷史 夏桑昭這個歷史當中有一段,就是商鷹這段歷史 商鷹這段歷史就是公渡富商 英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什麼? 印第安人是一個商鷹嘛 英人是指著中年的河南那個地方 所以呢,這個地方呢,是中國人的地方 中國人為什麼對美國人呢,這麼說千生萬縷的聯繫 其中有一個根源,一個是說,如果要說中華民族崛起的話 那麼一定要和美國這個地方要 印第安人也好,全世界華人一起崛起 制裁掉中華民族的崛起 你單純著民主主任的崛起,那不叫中華民族崛起 只有孔子學院不叫中華文化 所以我們廢除百家,執政盧數這個不叫中華文化 不叫中華文明的學習 中國人不要高人一等,也不要低人一等 現在一國兩制就是低人一等 為什麼要低人一等呢? 一國兩制,一國兩縣,一校兩制,這都是低人一等 這是鄧小平設計 我從來到美國的那一年,2007年 我就推翻,就在馬里蘭大學,走上那個馬里蘭大學的獎堂 當時那個美國那個智庫叫做CSIS這個國際戰略智庫 克萊伊就在那上面 所有的國裁辦人,全班人嘛 包括周志華什麽的,還有郭敬遠都在那上面 我一個從深圳來的一個企業家 我也不叫企業家了,我叫企業管理職業經理人 因為我吃公家飯,基本上是公家飯 我也嚇過海 我就當在那個會上,當天 11月18號 我就在那個馬里蘭大會大禮堂 我是第三個發言 我就說一國兩制不能夠解決台灣問題 因為台灣問題不是一國兩制問題 不是兩種制度問題 蔣經過時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要一國兩制統一中國 這話有很多道理 可是中國來講聽不聽去 因為蔣經是那個失敗的人物 失敗當中有成功的道理 我們為什麼不好好去分析一下這個法律的 內在的法律呢? 我來了美國以後 重新開始了我的大學生活 美國是我的六個大學 其中哈佛大學的精神,學習的精神 還有美國西部大學那個 What's everything is true 就是讓人們去追求真理 人類的牽制是追求真理 真理是什麼? 就是科學的道理 這個斥令的本質 實事求是 所以我這個題目 今天這個題目 我今天先把這個 我準備這個 可能講的時間多了一點 就告一個簡短的段落 我今天的題目叫做 立心求真 共建家人 這個是一個大的題目 大家看這八個字很簡單 實際上是 我表示我在美國當中的13年 還有未來我有多少年 我都會沿在這個路去找 立 首先要 人要立志 立心 為天地立心 為生命立命 為科學發展 美中聯合 地學 為天下開太平 這個人民 為天下人民 開太平 這個世界 叫做國聯 我們原來叫United States 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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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選比的缺陷在什麼地方 它只有兩個人 民間黨和共和黨 共和黨 共和黨 誰打贏的就在 沒有一個裁判 我來了 我看見了 我征服了 你拿那個 凱特大地的這個三句話 我來了 我們帶著大海來了 大海就是人民 大海就是外腦 美國人民呢 它就本身是一個組合的一個家 大的家庭 有很多外腦 但我這個外腦 是經過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後 成功失敗 羅伐軍打經驗來到 帶著這個經驗來到美國 我來到美國 就給美國提出了一個 一直到現在 第一個提出的觀念 叫新美國人 新美國成勝 新美國 什麼形象 就是給小布斯總統提出來的 一個 一個idea 這個社長就是要不斷地 一個以人為本 不斷地提高全比美國人的 適應這個時代的這個中和數字 我最近在考慮 美國現在問題 不是解決一個發錢的問題 發錢只能解決 那今天我就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